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9个人是当地时间房幕公司的老板 总资经理还有房幕区经理 他们涉嫌贿赂执法官员每次给的钱介于300到1万令吉 另外反贪污委员会过去接到投报 只杀州元首蹲太义麻木烂权 当记者问到他是不是被调查的对象时 反贪污委副主席束克里说这次行动并没有牵涉到太义麻木 根据统计 杀州非法伐木单在今年的首9个月 就让政府损失4300万令吉 目前反贪会近期也会在柔佛州展开行动 今天一名建筑师和另外两名马来男子 在雪邦地庭被控搭乘飞机前往土耳其 以尝试支持恐怖组织哈里发国 年龄介于26岁到42岁的三名男子不获准保释 一旦罪名成立可被判最高坐牢15年或者是罚款 另外全国总警长卡利阿布巴卡也指出 警方绝不容许哈里发国组织成员在我国进行活动 甚至斩首非穆斯林 而全国政治部反恐组主任阿裕汉透露 警方自去年2月到现在已经逮捕了40名和哈里发国组织有关的大马男女 伊斯兰刑事法里的节支刑罚到底如何进行 既然丹州伊刑法技术委员会副主席穆罕默法德里透露 由于职业医生必须遵守医药协会条规 因此截支刑罚由丹州苏丹任命的专业受训人员执行 初步概念是由丹州政府将设立行刑的藏所和所需的医疗设备 但不会在医院进行 他说技术委员会将整理各方意见之后再提成给丹州行政议会 以制定伊刑法落实指南 该委员会曾经访问过实施伊刑法的几个国家 不过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全面详细的标准执行模式 厂听说新加坡人来马购置产业 原来在新加坡购买产业的马来西亚人也不少 根据新加坡财经媒体报道 我国买家几下向来领先的中国人 在今年的第二季和第三季成为新加坡购买最多私宅的外国人 戴德良行研究部区域主管李立琴认为 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买家被其他国家的房地产吸引 也可能是因为中国当局开始放缓房地产的降温措施 资金开始回流所导致的结果 最后体育新闻继续为你跟进的 羽谈名将被指要解不过关的风波 大马前男双名将拉西夫今天表示 在三年前就从其他人口中听说 有羽球员涉及注射一种中药 但不清楚该种中药是否具有禁药成分 对此前羽种高绩效经理西华拉志 则对拉西夫的说法感到不置可否 并指本身在羽种任职期间没有听到类似的传言 另外2001年羽锦赛男单冠军叶成旺 在拒绝向媒体发表评论之后透露 大马国家羽球教练已经接到封口令 不能随意向传媒发表任何违反大马羽种规则的谈话 不然合约将会被终止 此外前国首赛鲁阿玛以固然人的身份表示 即使只剩下0.01%的机会也不能放弃希望 他曾经因为A样本被验出含有禁药 但经过B样本验出是阴性反应之后 还了他一个清白 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看 更多新闻请留意百格时事